新内阁名单陆续曝光 传出前卫福部长陈时中有望回国接任政务委员 传承疫情期间指挥官的经验并负责协调工作 而现任政委邓正中负责台美经贸谈判有望留任 继续来推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以及加入CPTPP等政务 征询阁员期间准行政院长竹荣泰 却被捕捉到在路边的便利商店喝咖啡相当低调 立法院附近超商捕获野生卓榮泰 未来的行政院长一身轻便服装 就这样默默坐在便利商店的一角 喝咖啡聊国正妈 对面坐的这个人也很眼熟 他是前总统陈水扁的核心幕僚林德逊 陷入国务基要废案或不起诉后 陈遣多年重出江湖 先后替蔡英文赖清德打选战 扛下党务组织重担 堪称总统级军师 更在2024选举最后关头 协助完成环台拼子之旅 吹响略营慎选号角 按照赖清德总统当选人呢 这部分党派用人为财的基本原则 不外乎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安排跟人选 我觉得林德逊不要因为他的过去 而有所用人上的阻碍 选战中发挥关键角色 林德逊从公布内阁记者会到坐路边喝咖啡 在佐隆泰身边吸引不离 能预见未来新政府将扮演一定的幕后角色 而新格约名单渐去明朗 传出政务委员邓正中留任 继续台美二十一世纪贸易称一级 推动加入CPTPP等对外经贸谈判重任 国发会国科会工程会主委 则兼任政务委员 而前卫福部长陈时中也有望入阁 再见了谢谢 长达两年的疫情中 度过最艰困的三级警戒 陈时中带着指挥官卫福部长的经验 渴望接任政委负责协调与传承经验 陈时中部长率领台湾打过艰辛的疫情 他对于医疗公共卫生相关的政策 是非常的熟人 赖青的执政团队成型 确保520住职 无缝接轨 这里面鸿台报道